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之后会长跟着小灰灰进了房间 没了章母娘的坚持 会长为小灰灰戴上了精美的项链 夸赞小灰灰身上有清晰的石榴味 两个人在镜子前开始了小动作 小灰灰回头一看 墙壁上露出的眼睛让她瞎了一跳 顶巾一看 原来是白莲花这个小壁吃 等白莲花再次观看时 小灰灰从墙洞中伸进一只发簪 这差点抽下白莲花的大电眼 两姐妹果然都不是好乐的 这天会长悠闲地吃着早餐 伙优独站在一旁 提醒会长家中的肉快没了 会长听完回应了一句 肉很快就来了 看到这我就奇怪了 你一个仆人不管买肉做饭 提醒会长干啥 会长你不骂他 还管批发肉的进度啊 但是看完电影的小编 提前告诉你们 这可是一个大伏笔 第二天 仆人按照会长安排 送来了二人晚婚时的婚纱 婚纱十分精美 让母女二人都十分惊讶 仆人迈出门准备回家 看到快要下雨 小灰灰拿上一把伞 追了出去 仆人十分感激 到了晚上 小灰灰躺在床上 搓起梦来 婚纱上慢慢渗出了雪 惊恐之余 醒来的小灰灰走出房门 就听见气魔与白莲花 在商量着什么 他们开始计划 如何争夺会长 小灰灰退门而落 想要讨个说法 却看见白莲花 穿着自己的婚纱 小灰灰感情让白莲花 拖下来 气魔伦笑一声 说反正你也不能参加婚礼了 你都没有治疗了 小灰灰低头一看 自己的双脚果然没了 小灰灰立刻晕倒在地 急忙中醒来 才发现 这又是一个梦 不过房间里的瓦斯味 越来越浓 连一架上的婚纱也不见了 她想出门去寻找 却发现 门已经从外边锁上了 随着吸露的瓦斯 越来越多 小灰灰再一次晕了过去 在她晕倒的时间里 气魔带着穿上婚纱的白莲花 来到会长家 对会长声称 小灰灰不能到场 交代由白莲花替代 更是奇怪事 会长竟面无表情地 结束了一切 仿佛她的新娘 原本就是白莲花 她带着白莲花 走进了手术室 白莲花好奇地 慢慢摸索着 但随着了解的 越来越深落 却也越来越害怕 会长从身后 挽住了白莲花 轻盈的动作 让白莲花 暂时忘记了恐惧 但很快 会长从身后 伸出一支药剂 一把扎进了 白莲花的脖子 另一边 醒来的小灰灰发现 自己被关在了一间小房间内 她立马赶出来 却看见仆人在针磅上堕露 仆人对她说 你轻盈地躲过了一劫 接着 仆人掏出了之前 没交付的戒指 小灰灰戴上戒指 赶忙奔出去 寻找自己的未婚夫 当小灰灰站在 手术室门边 却正好发现 白莲花 被绑在手术台上 会长一刀一刀地 将白莲花的肉 割了下来 小便车才意识到 会长原来是个 靠吃年轻女孩 恢复元气的 六十岁老男人 小灰灰吓得往回跑 过程中发出的声响 引来了会长的注意 会长追了上来 小灰灰情急之下 躲进了一间黑暗的屋子里 仆人抓住会长 准备进屋的瞬间 叫回了会长 小灰灰逃过一劫 但是这间黑暗的屋子里 摆放的是会长 前几日所用到的婚纱 就在这时 一件无头婚纱动了起来 等小灰灰靠近时 婚纱伸出两只手 掐住了小灰灰的脖子 小灰灰再次醒来 才发现 吉姆在自己身边 这一切 让她深深感到疑惑 但看着手上的戒指 小灰灰知道 这一切都是真的 吉姆开始享受 会长松来的肉 看着她一口一口吃下去 小灰灰提醒 那是她自己女儿的肉 吉姆一下晕了过去 故事结束了 其实整部电影 传递的都是一个扇子 小灰灰在仆人临走时 为其提供了一把雨伞 以防仆人淋雨感冒 这使得在最后关头 仆人小灰灰长 参眠去了 会长对小灰灰的迫害 而反观白莲花 一心争夺姐姐的腹血 却最终死在会长的手里 所以不管如何 为人都要保持一颗善心啊 今天的电影 恐怖故事之红豆绿豆 到这就结束了 喜欢我的小伙伴们 记得点赞加关注呀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